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紧 宁静 一手担言 两手托天礼三交 上拖 下拖 上拖 下拖 下拖 上拖 下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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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外 开工 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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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举 开工 禀悟 上举 开工 禀悟 下举 开工 禀悟 下举 开工 禀悟 上举 开工 禀悟 下举 开工 禀悟 下举 开工 禀悟 下举 开工 禀悟 转窃 起身后桥 转窃 起身后桥 转向后,转向后,转向后, 转向后,转向后,转向后, 摇头摆尾,去心骨,上坡,下岸, 右轻,左旋,摇头摆尾, 左轻,右旋,摇头摆尾, 左轻,左旋,摇头摆尾, 左轻,右旋,摇头摆尾, 左轻,右旋,摇头摆尾, 左轻,左轻,右轻,摇头摆尾,上举, 举,右轻,右轻,摇头摆尾, 右轻,右轻,右轻,摇头摆尾, 右轻,右轻,摇头摆尾, 鱼 下岸 摩跃 攀足 上足鱼 下岸 摩跃 摩跃 攀足 上足鱼 下岸 摩跃 摩跃 攀足 上足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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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岸 上足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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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足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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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拥有 下足鱼 下足鱼 传权怒目,抓握,回收 传权怒目,抓握,回收 传权怒目,抓握 背后七颠摆并消 体肿,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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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均匀,气缠 单点 太极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井 大家好 我是沈师兄 今天我来聊一聊健身气功八段井和运动操的区别 很多第一次刷到我的朋友觉得沈师兄每天打卡的健身气功八段井 一筋筋,养生账等等 好像和大家在学校里做的广播操也差不多 不就是动动腿,动动胳膊吗 很容易把它们练成八段操 其实它们还真的不是一回事 今天沈师兄就来讲讲八段井和八段操的不同之处吧 对于初学者而言 气功和操可能看似相似 然而随着练习的深入 通过以下几点 我们可以逐渐领悟到它们的本质区别 首先是调伸 即调节身体的活动 在练习八段井时 要保持后顶上领 立身中正 周身放松 一手丹田 目光内敛 神不外持 这样的调伸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掌握动作 接下来是调息 也就是调节呼吸 初学者可以保持自然呼吸 而随着熟练度的提高 逐渐尝试逆腹式呼吸 并遵循起吸落呼 开吸合呼 松吸紧呼的原则 调息使呼吸更加流畅 然后是调心 这是调节心理活动的关键 调心是八段井的核心环节 需要将动作和意念完美配合 以达到最佳的练习效果 通过调心 我们可以进入三条合一的境界 三条合一是一种身体 呼吸和意念完美协调的状态 在这个境界中 我们的动作自然而流畅 呼吸深沉而平稳 意念专注而宁静 达到三条合一的境界 才能真正领略到八段井的精髓 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八段操 希望大家在练习中不断追求三条合一的境界 探索适合自己的方法 享受身心健康带来的益处 好的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沈师兄 有人问 在同样的运动量下 练习八段井后 有人爆汗 有人却不出汗 这是正常的现象吗 八段井是一种健身器工 主要通过肢体运动和气息调理来活络筋脉 打通气血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的血液循环会得到加速 所以练完以后身体会发热 有出汗的情况很正常 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汗线数量也不同 因此在八段井练完后 出汗量也会有所不同 对于汗线较为发达的人来说 练完八段井以后 可能会出现出汗较多的情况 而对于汗线不够发达的人来说 脸上和头上则会出更多的汗 如果你在练习八段井后 出现了大量出汗的情况 建议及时补充水分 以免造成脱水 如果你练习完后不出汗的话 可能是因为还没达到自身的运动量 可以适当地加大练习强度 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井 健康快乐每一天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大家好 我是太极沈师兄 有粉丝问这太极拳和八段井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沈师兄就来聊一聊吧 光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了 而且他们的动作也完全不一样哦 八段井只有八个段落 动作讲究行神合一 气韵内生 简朴端庄 简单易学 效果显著 而太极拳就有很多门派 有臣 杨 吴 武 孙武大流派 还有国家规定的二十四世 四十二世等等 他的动作呢 讲究中正安逸 清零圆润 松柔慢云 开河有序 刚柔并济 就像行云流水 连绵不断一样 再说起源和异议 八段井主要是为了 健身养生 没有寂寂的功能 而太极拳呢 一开始是有防身寂寂的意义的哦 他们对身体的锻炼效果 也有点不一样的 对上肢来说 太极拳能让血液循环更顺畅 还能让肌肉纤维更发达 让你的肩膀 手肘 手腕和手指都更灵活 八段井则主要是让手臂肌肉更有弹性 手腕更灵活 对下肢来说 太极拳能增强膝关节韧带的韧性 和稳定性 对下肢的协调性 平衡性和灵活性都很有帮助 八段井则能大大提高 下肢的力量和稳定性 对神经系统来说 太极拳能间接训练小脑 让你的身体平衡感更好 八段井则能有效锻炼颈椎和腰椎 不过呢 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点哦 比如说 他们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健康 乐趣等等 而且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 都是传统的养生运动方式 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不同的方式让人们更健康 他们都能强身健体 都讲究阴阳平衡 都是一种外动内进的运动 能让大脑放松 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还能促进血液和淋巴循环 保护心脏 调节内分泌系统 缓解紧张和焦虑 让身体更棒 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